观世音菩萨说他顽皮 然后观世音菩萨就上去了 做梦人称观世音菩萨为祖母 说祖母走了 但是见识中他的祖母去世三十多年了 他给祖母送了很多小房子 请师父解梦这个是跟祖母有关系吗 如果有关系 也就是祖母是姓观世音菩萨的呀 关系菩萨大慈大悲的呀 他也没有特别的什么 菩萨就是说很慈悲 他要救谁就救谁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